大级赛的LSPL应该是真的是比春级赛好看了非常多 好了说到这么多 那么我们来到本场比赛 2L4D对战黄族 2L4D首先搬掉玉米的小鱼人 还有瑞兹 让不然人玩了 而黄族的话是搬掉了暴女以及巨魔 果然碰到韩国打野是要搬暴女 搬暴女 而且关键是这篇红色方 基本上就只能搬一些版本比较强势的一个英雄 其实他搬巨魔是有想法的 是因为凯南这个人特别喜欢拼 但巨魔这个英雄贼能拼 就不怕你拼 对对对 我往脚下放一个W 然后我就跟你对着咬 对对对 你还咬不过我 这个版本的巨魔还有点难以克制 就是原来出一个水银 还能解一下巨魔的一个控制 但巨魔的一个大招 现在没用了 这个巨魔和结笑嘻嘻 就是原来的 对 这局把妖姬搬了 但是这局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上半场有一场比赛 也是把这个杰放出来 但是双方都没有选 看一下这边玉米这边是有一个后手的counter的 要不要选一个杰来进行针对 因为我们知道玉米的刺客玩的都是比较溜的 他跟Mample这样的话 两个好像血平啊 但是玉米还有一手利桑卓可以选 是 利桑卓就比较稳定 对他利桑卓也还可以的 就是两套 就是可以说是杰还是利桑卓 是一个两套的一个体系嘛 R4D的话首先是拿到了卢仙 而皇族是拿到布隆 也是比较怕R4D在下路能拿到布隆 来对他们产生压制 所以是先拿了一手布隆 而尚丹是拿到艾克 我记得以前凯南在皇族的时候 上赛有一场比赛 当时凯南拿了树精 小南拿了树精 拿了树精以后 打团的时候在旁边OB了三秒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我当时听着他们教练在底下拍大腿 等大招 有点湿 好了那么这一场又是拿到了树精 而这边这个灰也是要拿挖掘机吗 其实对于这边来说的话 拿一个南枪的选择也比较不错 但是如果说真的拿到南枪 这边配一个西威尔 如果中路的话 给到最后硬币康特 其实又缺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边没有开团的人 如果选挖掘机的话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 不灰的话拿挖掘机 要好不然赶上这个版本 让我好好发挥一下吧 对吧 说不定就把我carry了呢 对这版本的话 就刷野 它的等级提升速度特别的快 而且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一个 就是玩玩挖掘机比较好的一个 那个状况 就是一个人机合一的一个版本 直接是人机合一 然后大于二 对 喂 这个下路要选风女吗 蜂蜜是保护型的辅助 我记得没看 这蜂蜜很擅长风女 那这个 而我觉得蜂蜜在炉仙 就搭配起来的时候 你在对线上 压制力是很强很强的 是 而且可以看到这边 又是选了一个蜂蜜 再加千决的一个双圈组合 就是双圈 但是上一局 双圈组合 我并没有看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表演的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是四圈啊 玉米不会也要用乌鸦吧 就连三场 乌鸦好像 你看他能够看得住沙皇 那他同样 我觉得打维克多 应该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维克多有一点 但是W 对他可以出鬼 他必出鬼数 而且他有一个W能够 让乌鸦进不来 而且其实维克多相比 叫沙皇来讲的话 维克多爆发会比较高一些 就看一下这边 皇族最后一手 要不要进行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counter 是要选择 还是要选择刺客要打吗 卡萨丁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选择 他们有千决拿不了截 不好拿截 但他中单的话 拿卡萨丁股收割 他们这种阵容必须有输出 这个阵容前期的输出在哪里啊 对 他没输出的 这个是四十分钟的阵容啊 我感觉这局是会打得比较拖 感觉上是这样的 对 反过RLCD 他在二十分钟成型了之后 就可以一直去打架 不过他们中路也是要发育的 他们的中单和上单 也是要发育比较长时间的 说实话 是 不过他们下入这个组合 这二十四第一次下入组合 就是经典的 反正他们这个AD就打得比较凶嘛 就是等于关门放AD 然后让辅助牵着 那种那种感觉 是的 然后这边还扎了一个双保险 扎了一个保险 就是千决这边 对对对 千决还能给一个大招 不 牵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我记得 2014赛季的时候 竖金加封 这是一个combo 对 它的圈是减伤加回复 如果现在 那个时候没有千决 现在配合千决以后 这三个宝超强 而且开团也有 保护也有 再加上维克多的一个圈 维克多大招那个圈 然后对面还 就是四个圈 对面进来还走不了 对 所以说AD的输出环境很好 就刚好适合这种 放出去的AD 就特别适合这种 能够收回 还能够收回来 对还能收回来 对 拿着一个五杀回家 是的 而RLSD它的ADC 上赛季叫Y进 这赛季叫Nuts 那它正好是属于 这种属性的 对 所以这个阵容 还真的确实很适合它 因为上个赛季 能跳起来的ADC不多 不多 一个它 一个小硬朴 小硬朴是Sleek Sleek 这个赛季是转柜了 然后 上个赛季是Sleek 是在网 网鱼 对 还有其实上个赛季 比较不错 让人眼前一亮 就是 宁 YM的宁 就是打的比较跳的 那种韩国ADC 然后宁的话是中国ADC 是 好的 那么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期待 RLSD对战黄族的比赛 好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六场比赛 RLSD对战SHR 这局的话 我感觉往后面拖的话 RLSD的迎面 从阵容上面来说 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在前兼顾了 前期中期后期控制 开团保护等等 一系列的点 其实都是有的 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 黄族这个阵容 他必须等到卡萨丁 发育成型 才能够形成 对RLSD的威胁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 卡萨丁 他这个版本来讲 他得 还是得发育很久 其实就看一下 这边灰 能不能在前期 找到节奏吧 如果能够找到节奏 帮助卡萨丁 拿起一两个人头的话 其实卡萨丁 很好滚这个血球的 而且卡萨丁 可以看到 这边是带了一个TP 这又是一个 双TP组合的话 卡萨丁本来的 跑图能力就很强 而且他再带一个TP的话 他的支援上下路的 一个能力 也会比较强的 西威尔你为什么 这么怂 告诉我 已经准备好抗压了 你在路人局中 你可以看到 卢仙加上 风女的组合 是非常 太凶了 打的 他在线上 他可能不太好杀 但是绝对 让你不敢过来 是 风女这边套一个盾 这边卢仙 直接是可以 选择一脸了 上 其实你西威尔的 一套爆发 就是如果你爆发 不是很稳定 也很难把这个盾 一下子打破 这样换血有点亏 而且其实西威尔 在之前几个版本的话 当中的话 带试血的话 会比较多一些 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打到后面 能够把这个血 吸起来的话 要比 通过这个 战争热成 叠起来 这个伤害会高一些 本来西威尔就靠Q技能 或者W技能 打伤害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他W技能是多层的 所以他一直造成伤害 他会一直毁 不过 我感觉 他们主要是配合布隆 这个辅助 然后线上不是很强 而且布隆中 可能会有 对 所以他有一定的自保和 就是自身的回复能力 保证他在线上 能够抗得起压 所以这个适血的话 是比较关键的 没错 主要是抗压 对 主要还是抗压 这局注定了 还要抗压的 而且本身波波就很稳 波波就是一个 比较稳的ADC 所以他 这样来说的话 就是在队伍里面的 所承担的一个 就输出这个点来说的话 就是要保证一下 自己的发育 所以他还是要 稳一点的 是的 而看一下中路 目击来讲 应该是维克多士 会小压一下卡特丁的 而卡特丁带了一个 药水 也是能强行撑过 这段虚弱的时期 不说卡特丁有这个药水 还有TP呢 就是不管怎么说 他前期的发育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是 基本上第一个TP 交到线上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这本身是 对到线了嘛 对到线的话 上路和下路就不太行 不太会形成一个 以少打多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是可能更多 就是维克多能不能把 卡特丁水线压低 让千诀来干个 因为卡特丁在 六级之前 他线上防干涉能力 是非常弱的 但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千诀和维克多 都是属于控制不适合足的应手 对就是 没空 可以说是没空 就活生生 把他血量打低之后 直接来杀他 强杀他是没问题的 对 对 一般维克多的一个W的话 在团圈当中 就后手其限制作用 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先手的话 就有点难 封个走路 封个走位啊 其实封个路啊 其实还是比较好用 对 他的W其实是比乌鸦 还要难限制的 就是在如果打先手的情况下 他是比乌鸦还要难限制的 乌鸦至少 他是硬控 他控出来 他会快一点感觉 对 他会快 他会快一点 因为他是 他放了之后 有延时 也是有延时 而且范围他乌鸦的范围 应该会稍微大一些 这边上路 直接消耗一下 其实 就是 艾克打 树精换血的话 他打什么英雄的换血 都是 Q 然后一一过去 再回来 然后加移速 中路这波是 这一套伤害玉米吃不消啊 对 他想 本来想干渴一波 然后帮助推下线 但是 就省掉凯文的TP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逼掉了 三只手一个机走 本来三只手 就带两个嘛 对 这个大无所谓 是 而且因为改版之后 急跑的CD变短了 所以这个用 还不是很亏 主要是能 只要能保障 他在线上是 稳压卡萨丁一手的 就足够了 对 他现在还是压 补刀压的 比较凶的 是 不好在他 这个 维克多的话 前面也没有 就是跟过装备吧 所以他推线 相对来说 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没有进化过亿 而且卡萨丁这边回家之后 只做到了一个红蓝水晶 没有把饭盒做出来的话 他这个线上能力 还是没有 更多的一个增强的 对 艾克在线上是比较 好打竖金的 其实艾克打肉都比较好打 但是其实 比较能够克制艾克的 就是巨魔 就感觉 就直接是立一个柱子 然后原地放个W 跟你反着咬 巨魔就是 你打我就得直接打你两头 我听他们上单说 艾克打巨魔 其实比较五五开 但艾克跟巨魔 这个消耗的方式 要看这个人的打法 一般是Q过去以后 E过去 然后等Q回来 三环了以后 巨魔最多Q你一下 这样换血是比较赚的 对 就是不留住A 对 因为他的三环以后 他的移速加成是很高 你巨魔摸不到 基本上 对 然后巨魔你交柱子的话 我还其实也不用担心 对 所以感觉艾克这个英雄 你玩得好不好 要看选手的手法的问题 蓝Buff是被Karin 配合下路的辅助来 看来确实下路压伸这么狠 对方的野区的话 也能够利用下路的优势来 轻视掉 是 其实我觉得本身来讲 灰是想把这个第一个蓝Buff 让给卡萨丁的 因为卡萨丁这边 已经是马上要6级了 而且其实对于 弯者机来讲的话 前期也不需要蓝Buff 是的 但比较可惜啊 卡萨丁没拿到的话 你在对线上 又是被吻压一手 是 而且这样的话 这个刷新的 第二个蓝Buff的刷新时间 就会更晚的拿到 这也就意味着 就是R4 就目前来讲 然后每次R4D 它的中路和下路 都是小压一手的 就这样在前 因为它前期肯定 它这种阵容 肯定抱团 所以在抱团的时候 这种小压的一点经济 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但是卡萨丁这边 现在的消耗已经起来了 毕竟是已经6级了 攒一个充能的异景 魔法打上去还是比较疼的 能不能打出这个W的被动 还要关键的 而且可以看一下 他踩过去之后 配合雷霆的一个伤害 真的是可以直接打掉 三只手差不多半血吧 对 还有魔法护盾嘛 是 而且你三只手 就是这个护盾 就是他三只手很头疼 三只手也不舍得 交大招来直接消耗 因为卡萨丁的大招 跟他就是 如果跟他换大招的话 好像有点亏 卡萨丁就是完全赚 对对对 希望你每一个大招 都跟我换 确实是 因为如果是维克多 在对战其他中单的时候 他是 完全可以放大招过来 先打你套鞋 再压你 是 而且其实也跟召唤师 或者跟选手有关系吧 这个其实魔法 我们看看 他是比较稳的一个中单 比如说杜云碧 他就比较喜欢这个大招 就交大招压血线推兵 他能忍 对 然后直接是撤掉 这种选手 其实他能忍的话 他必然会招呼他的打野 我忍了这么久 你该来了 就能够产生这样的击杀 就在我们说话间的话 这边也是 RST直接拿掉了一条炼鱼亚龙 其实炼鱼亚龙的话 对于这边 能够提早抱团的阵容来说的话 这条是比较 奏向的 不过刚才 因为是中路卡拉丁把握 就都压走了 所以蓝buff的话 反而是被皇子拿到了 所以下路 就相当于双方 互换了一下buff 互换buff的话 这边卡萨丁回去之后 做一个饭盒 再加上一个爆裂魔杖的话 线上就 对于三只手的压力 有点大了 是的 反而是他要压一下 三只手的血量了 这时候其实三只手就能够赶紧叫一下千诀 如果说这边卡萨丁选择跳脸 然后这边是可以是让千诀直接跳过来进行一波反蹲或反杀的 现在大家发育都差不多 就手续下路可能压了一点点 不过应该也亏不到超过五个兵 感觉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 本身大家秉承着一个和平发育的原则在打 然后这局会不会变成一个磅光局 我觉得很有可能 非常的有可能 我也觉得有可能 因为今天第一场和第二场 已经是让我们看到了假军赛的风格正在逐渐的转变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无论是第一局这个时间 还有说第二局打了一个五十分钟 其实可以看到双方的一个选手的韧性都非常的强 无论是在几波对拼当中 或者说你上风我下风 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的韧性还在还是比较好的 主要是我看到的上路是艾克打 初心 对 第一局就是 而且其实这一局 对第一局是巨魔还是 初心我忘了 然后就是那种打起来 就是两个人都不掉血的那种 我真的是要 你回一口我回一口 中路这边直接是抬起来了 比出闪现 但是千诀这边是直接显得开大招 有Q吗 有Q吗 Q 漂亮 配尾克多 尾克多持上还在打 但千诀第三道应急没打出来太可惜了 那显得要包吗 这个大招大招 但是这边卡瑟丁赶过来之后 一个踩没有踩到 没有打出这个被动 所以说直接选了后撤 开的挺果断的 是因为风女没打 感觉好像可以打 就还行 不容一个闪现 逼出了对方两个闪现 其实就压一下对面的风女 没有到六的一个机会 找一下机会吧 没大招感觉有点机会 但是这个风女 这个英雄 还是太克这种凸脸了 对你跳上来 我直接把你吹起来 而且我的吹 可能是吹的 不止只有你一个人 对 这一局的话 前面肯定没什么意思 我看到今天看那个 最搞笑的一条说法 就是我今天在一个论坛上面 看到他们看第一场的 一个比赛的一个评论 说我本来是憋着尿 看这一局的 但没想到 这真的是一场憋尿局 然后我就觉得 挺为这个观众 你也把汗的 然后今天的比赛 就憋着整整的一小时拍了 对啊 今天的比赛 真的是呼吁我们 要关注膀胱的健康 真男人 就是最好还要别 别别 对对对 对对 对顺不好 这样的话 上路是压了 稍微压了一点等级 是的 那要这么多 我们回到比赛 十分钟的时候 目前双方的经济 是紧紧的贴住 并没有拉开差距 而双方唯一的差距 就可能就是说 打野的装备 一个是纯肉 熔渣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 就是改版之后的血刃 我感觉这 接下来打不打 完全取决于刷什么龙 对 就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打野 对 打野想打 队友就会跟上 那打野不打的话 可能也会 稍微延缓一下阶段 其实队两边打野算是好事 因为挖掘机 因为挖掘机很怕逆风 很怕前期逆风 他前期逆风 他没什么用 如果军事和优势来说的话 他还是能够 利用闪现台 对 团队作用很明显 千诀是想发育 对吧 千诀收拾装备 这些也可以 所以说 对两边打野来说 也蛮好的 但其实刚才那波F4的一个对拼的话 其实也是拖延了这边 244D一个中野联动的一个组合的情况 直接是把千诀的一个闪现 加大招都逼出来的话 其实在这段时间之内 千诀也就只能是在野区 进行一个刷野了 就刚才第一波的一个对决 就是双方的中野对决 那就可以看到 卡萨丁已经脱离了他的抗压 他已经来到自己能在线上 慢慢慢慢渐渐 就发育起来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卡萨丁到6之后 就没有一个抗压之说了 对 这个卡萨丁就是 就是6级之前 6级之前只要死一次就爆炸 但不死的话 可能就基本上接下来 很难去针对 军事打吗 我也不怕你 就是那种英雄 对 因为军事打 虽然有可能我打不动你对面 因为大家现在 因为深渊的一个改版之后 大家可能都会出这个深渊 那出完深渊之后 我可能打不动你当中路 但是我可以打你的C位 简直做了一个标记 但是你这个卡萨丁 也就是威胁一下 帮助一下中路好好安全的发育 其实就告诉你 不要随便动我的 动我的人 动我的人 对 这两个人还是挺那个的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马上十级的卡萨丁 马上就要十一级 一个二等大招的话 随便跳上来踩一下三只手的脸 其实三只手也吃不消的这个进行 从事业上来看的话 其实黄族做的事也偏多 但是他进攻的事也比较好 所以他也是没有发现这一波 第二条小龙千诀在打 看一下 他好像已经往这边走了 看到了 这条山龙 这条土龙的话 应该是拿不到的 还是被千诀所拿到 本场比赛那看来是一条 火龙 风龙 以及土龙的刷新了 现在没有 这是第二条龙 只有第二条 我的意思是说 本场他只会刷新这三种龙 是的 因为他刚才潜述出的下条是风龙 对 而RSD的话 他是拿到一条火龙以及土龙 你感觉黄族 辅助换了乐意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 包括他们上单换了以后 他们好像保守很多了 是 他们之前辅助也是进攻性的 比较凶 对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储备联赛的时候看到 其实Let Me和乐意来讲的话 他们两个人在整个的RNG 那时候应该是储备联赛是RNG 其实他们的配合着纳美 他们的组合打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强势的这几个人 再加上Insec 真的感觉能够带动很多的一个节奏 有一点吗 可能就是因为他AD是Tierre 中单又是Kassadin 所以他打也不太敢擅自带队友去进攻 就可能他真的就比较怕前进输出不足 杀不死人 反而交了很多的技能 被对方抓住空档 上面来人了 你还敢这么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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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上路树金蓝量不是很高 哎呀千决这边 有树金蓝有树金蓝杀掉 好 这盗技套上还是拿到了一血 实际是咬死了 哎唷 一大招保护到队友 这个大招可能 有点难拿人错 他盗上这边想挂 但是没有换掉这边 拉雪奇能不能收到树 灰是收掉 但是灰肯定要高 三杀 千玦靠着这一波 就怕你不来啊 但是下路也是打了起来 下路差不多吧 靠上了虚弱 从里面打开吹得非常漂亮 但还闪现妥伤 虚弱状态还是很不错 西安状态也很不错 卢先生翻手了一个Q 两下漂亮 再一个Q 闪现 没有闪现 一过来拿到双杀 这波皇族简直是血亏 我们刚才说 这波皇族好像变稳了一些 其实这边直接是犯了一个 挺大的一个失误的 怪我可以一口多奶 今天的奶也不少了 讲道理 上路这波 上路这波 艾克是走不掉了 我感觉艾克那个位置 艾克其实是必死的 因为他被大树捆到的时候 而且他那个血量 就算能够回 能够一个穿越时空回去的话 他那个血量也是直接是被狼一口咬死 上路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细节就是说 艾克他当时血量太低了 所以他不能够说等千诀第三层印记 下来的瞬间开打 他已经没 他没那个机会 所以他肯定是必死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跟队友说 我没机会了 我要死了 大家能走还是能走的 我觉得亏一个人头无所谓 对 其实他队友可以走的 下路一样的道理 下路也能走的 打不 我觉得打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可以不用打了 你看西北尔刚才身上是有个虚弱 然后他就开始往后退 但是布隆回头想打 但风景有大呀 这波怎么打呀 对 而且风景的一个大 关键吹得非常好 直接是让这边的一个 AD和辅助 直接是形成了一个两个位置 可以就是先行击杀你一个人 对 这波下路的 下路的奴仙的双杀 可能是 确实是皇族这边下路交流的问题 因为 布隆 他如果是点燃可以杀我感觉 对 布隆交了虚弱 有机会 布隆虚弱交的时候 其实西北尔是没有任何输出在打的 西北尔快没拿了 西北尔是一个Q的蓝 还蛮难的 哇 这波团面打下来真的是 太可惜了 关键这几个人头给到千绝的话 而且千绝这边这个印记也是 随着刚才三个人头 直接是刷到了六个被动 这样的话 其实千绝在前期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对吧 不过他刚 他还刷了个蛤蟆拿到好像 其实六个印记的话 千绝有点太开心了 这个千绝刷了一辈子也能 突然给我发工资 这个真的是 关键其实就是还是卡扎丁 最后一个想跳回 直接是回跳了 想要换 其实来讲的话 尚步好像打不动这个树精了 打不动了 反而树精的伤害对艾克来说不是能吃 这边回来了 是一个三人包一 三包一 但能换掉 漂亮 只要自己能不能走掉 还比较肉 回身A一下 回下去一个Q 一个位移 但是还是没有阻止对方的击杀 所以是让卡扎丁收掉 但是布隆这个位置 刚刚卢仙那个大招特别搞笑 下路这个塔怎么办啊 这俩射手 看徐尔的星线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 但这个再等一波兵 我感觉这个塔就走远了 其实有风女 有风女在的话 顶着兵线拆的话 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13秒可能等不到上单的支援嘛 这样很有可能要被破掉了 而中路维克多其实也在中路一直的好 就卡扎丁的中路已经是不保了 已经没了 哎呀 刚才那波艾克好像缺了树精一点装备 那波拼 树精那个绿甲太关键了 完全打不动 那个时候艾克你抬什么装备吗 艾克全是小剑 刚才 就一个耀光 是一个散剑 就是说两个上的都是肉 就是因为三个人想包一个人 然后一个人上的太早了 然后把自己卖的太深 想把树精所有技能都逼出来 关键其实感觉艾克在前面打树精 其实已经打不动了完全 可以看到树精配合自己的被动 再加上不愿意住 如果一下就直接回上来了 所以说 本身 本身你说卡扎这个人 他的弱点是 你要跟他打他肯定跟你打 他的 优点也是 我打得过 对对 我感觉我打得过 那我是真的打得过 这是我能赢 对啊 所以说你要跟他打的时候 你还是要想一下的 至少从装备这个上面来看一下 不然的话他肯定就算 他如果有机会能跟你换 他绝对跟你换 那这个弱点 确实我觉得 对于打野来说 很容易抓 很容易抓到这个弱点 对 就上单来讲 你看这个玩法上单 都是要承担自己 比如说输出 一半输出 一半carry的一个作用 但如果 当你是这样的一个弱点 被对方一直是去利用的话 确实很伤 是的 也是随着皇族这边视野的缺失 这边是第三条小龙 又是让给了2144D 那这样214D是分别拿到了火龙 蜂龙以及土龙 这三条龙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但是可能 就是土龙这一点的话 可能在中后期会更有效一些 就能 因为前期他其实更多的是打架 不会去强行摸个塔 但是他们后面抱团摸塔 他们有双射手加蜂女 其实很好摸塔 是 最后机会很有效 哎 这个有点麻烦 其实就是黄族这边 对黄族来说 而且他们现在没占优啊 既然千诀肥太多了 千诀肥太多 他就烧前排快 你说这边黄族也买多那个前排的 他上也 这中也算法坦嘛 然后这样的话就 也不好办 反正烈士的时候 黄族还没有小龙的属性 这就意味着 才二十分钟 对方三条不同的属性的龙 就算他们后期才会提现出该有的价值 但至少这个 越往后击打 你越拿不到龙了 你前期拿不到龙 你后期什么属性都不会有 你说卡萨丁刚耳脸泄分 但是你看树心怕他吗 我根本不怕 直接选择开大反打 对啊 裸了个阵分 上路 抓到灰打一套 被看到千诀 千诀打一套 连这边挖的机也承受不了 就他第三下应急还没打出来 但就靠三下 一个Q就直接打了三分之一下去 有红buff嘛 比较跳 对 这边路线直接选择开幽梦拆这个上路一塔 上路一塔也是保不掉啊 而R3的中单 Map的话是把自己的一个无妖之破给做了出来 确实无妖之破针对对方的一个突进突脸的那些英雄 是有非常高的爆发去针对的 打前排嘛 对 这样出装打前排 这个一套 对 卢西安先扫个大招 然后大家一起轰过去 谁在最前面杀谁 好杀得很 就那个黑切嘛 大招一叠 爽翻 这个大招 是被发现了 应该是要撤退了 虽然他们有优势 但优势并不能让他们在二十二分钟的时候 直接在对方的眼皮底下去打了 他们是想拆那个眼 嗯 就打的时候一边一边打一边扫嘛 这要扫到也是不太敢打了 主要是他们有一个福利特别好的牵局想试一试 是 然后稍微有点动向 反正我们能跑吗 我们有风女怕什么 现在看二四弟怎么把优势扩大了 他们现在的一个经济的领先 在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多的 跟他们一个阵容的优势 哇 依然是风龙 那这样 其实你可以看到风女 她本身有着给队友移速的加成 嗯 加上她的装备 她黄色的工资装升级的移速也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是群体的 那加上下一条风龙 下一条风龙如果还是二四弟拿到就是两条风龙固定移速 就是五个风一样的男子 风一样的男人 风一样的男人 对 是 光风龙的话就已经提供了三十点的移速 再加上上天 风女一个被动 这几个人跟着风女走 就完全对面抓都抓不到了 啪啦啪啦就飞起来了 对 就卡扎丁一个R过来之后 我走就走掉了 这是 这个好可怕 这个卡扎丁最疼疼 就西威尔的西威尔情何已开啊 西威尔就是对 这西威尔的素质其实也就相当于三条风龙吧 这为队友加的一个移速 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 那现在二十三分钟 二十三分钟的时候 经济劣势 皇族目前是来到了五千 五千多 五千多劣势 这不 卢仙回家把黑切出来了 黑切出来的话 他们现在其实 抱团消坦的能力很强了已经 只要这个卢仙扫的大不是特别歪的话 我感觉他们在面对这个艾克 或者是这个挖球机的情况下 打他们很容易 而这个时候千决的印记也是刷在大龙处 也就意味着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意味着 如果二十四帝能把大龙拿到的话 就能把胜局直接拉开非常大 讲道理 其实艾克现在不用 因为 他是先做的兵权 因为最肥的 最肥的两个点 千决和卢仙 艾克是没有太多护甲的 是啊 他真的想扛得住的话 他肯定是要日炎加振奋这种 血量加抗性都有的 但是他可能是想的就是说 他有 我觉得是Let me 他想 你是 对啊 就凯南之前是他们的 皇族的老 就老选手嘛 那现在 我肯定不能输这个选手 我也要拿出兵权来兑线 就来兑线来打你 对 他这个是 兑线装嘛 就是说先把兵权做出来 但是他也没有推线能力 对 他下一天要出日炎才行啊 但是他又没有出龙渣 是 他这个就是光打树精的一个装备 就是很那个 他现在 线也不好推出去 很烦啊 这边TP到后 想开 看谁人家五个人抱在一起的 解掉了 这两个人全都取消了 这 他肯定解掉了 他不然下去他开谁啊 就他们是 其实商量好的两个人一起提 但是艾克先解了 那玉米也是没办法只能解 那这样他们两 前期的TP 就这样浪费掉了 本来说好 道白同一圈偷偷居了有 哈哈哈 天哪 太可惜了 就 我也不是说可惜 就是说 这波你过来还 你不一定打不打得过 对不对 主要下对面几个技能也好 就说你 过来不一定要跟他们打 因为一个是艾克 我跟你说艾克只要下来 就会被控到死 那么远 我觉得应该有反的机会吧 我觉得 我敢保证艾克下来 绝对要被控到死 他五个人凑在一起的 说你捆一下 那个维克多原地放个W 这个艾克你能动吗 动不了吧 而且艾克又很脆 刚才 就对AD来说 对他们可能考虑的就是 维克多如果就在旁边 对不对 直接在TP的那个位置放一个W 你踢下来你就晕住了 晕住就一通再见 对对对对对 而踢下来的是两个人 对很爽 双双 双双携手 刀牌走 这两个人下来就肯定没了 所以说 这个团不能乱开 你首先如果 他主要是 如果你没有少一个人 对面少一个人 我觉得可以打 但是对面人 其实还抱在一起的情况下 那你的阵性 自然被风阻开 那是很难打的 看这波龙 那这一波 他已经是暴露了他们的不自信了 那接下来其实 RCD可能会更加的 好强势 哦 又拿了一条疯龙 而这边艾克直接是想 第三件直接要做春歌 这样的话 直接是想要卖自己了 这把龙拿得好快啊 一条火龙 一条土龙 两条疯龙 因为卡的时间卡得很紧 对啊 就出来也没多久就拿了 然后拿 刷了就拿刷了就拿 就不像今天其他比赛 就说他会等 等完就 就没时间拿 一直在打架 然后来压一个中路 中路的二塔 还在耗选 而树金已经把下路线带了过去 而且树金就在侧面 准备支援队友 上路的兵线很 下路兵线对黄族很有力 但下路的线 好像相对的也不好 中路卡萨丁这个装备是沙漏 加上鬼输还有一个时光 时光杖 这样他没抗醒啊 其实在你进场之后面对维克多这种 就是说维克多他技能毕竟都是很长的那种技能 就什么意义或者是啊都是范围比较广的 哦这个脱节了 卡萨丁在右边过不来啊 排克的W打得很好 但是前绝的大招 哎好像有机会双高 噢虚弱 这个虚弱真是要人命啊 前排的灰已经是被击杀掉了 而卡萨丁进场之后 杀掉了一个千绝 闪现过来 三只手这边拿到一个三杀 非常的漂亮 双方的中单都是切近了对方的后排 而且都拿到了 这边能不能拿到自己的四杀 但是这边的被减速了 那卡萨丁玉米的话只拿到了双杀 但对方的 卡萨丁没蓝了 再见 对方的维克多却拿到了三杀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卡萨丁一时间进场的时候 身上套了个虚弱 是 哦这个真的是要人命啊 是 本来卡萨丁可能跟Maple是一样的那种 对我也感觉他这局应该是差不多的 双方中单都能够打出这样三杀的效果 对啊 可惜了 而且论保护性上面来说的话 风女有无限个盾 而且还有限制 没错 所以还是2U4D这边团战更胜一场 对 并且更多的角色说 竖琴 竖琴这个点太肉了 而且Maple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人 针对第一波的时候 刚开始打的时候 是的 可以看到这边黄独打团的时候 把更多的技能都交给了千诀和卢仙 这两个点的话 那这样的话 三只手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我好不容易把3-0和2-0杀了 你又冒出来一个3-0 我好气啊 刚才有一个就是说 艾克刚才 就是说艾克W已经放得很不错了 是的 可惜的是 就是对方正好是往后退了一步 就退了那一步 正好离开了那个圈 是 我感觉就是艾克定到人也杀不到 因为千诀大招已经开出来了 是的 艾克定到了一个人 是定到了一个人 但是这边这个千诀回跳之后 直接选了一个原地大招之后 还是把队伍保了起来 是 而卢现在这时候的装备和轮子弯也是不成对比 他已经是来到了第三个火炮 而西威尔这时候还在做自己的破甲 确实对方树精的伤害 对方树精突进来 第一你打不动 第二树精打你你好痛 这两边打弦牌的伤害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 而且大树这边又回去做了一个万事醉化神石 所以他们阵容出来的时候 就说40分钟的阵容 原因就是说 那打野他挥他这边挖掘机 他可能不 他肯定不会像就是之前 英纪打野天在做一个血刃 就大部分可能更多的都是常规的 纯肉的挖掘机 所以他打野会跟对方的输出就不成正比了 而中路和下路 那两个C位又是输出偏低 要到后期装备四件套三件半左右 才有打前排能力的两个英雄 这边直接选择开这条大龙 但是这边是有一个黄族的视野的 看一下黄族这边要做何选择 而且这边是有两个TP在的 其实状态不好 应该不太敢打了 他们又只是试试而已 看看你有没有眼 看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反应 他们没有扫到那个里面 那个眼的位置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很明显的 对 在坑外面插针眼 是排不到那个眼的 就是说 他们经常会做的那种也就是说 在大龙的那个小上方 然后你A只能A到大龙 你必须按A键慢慢靠过去 然后按A键攻击周围的目标 你才能把那个A掉 今天比赛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点 就是一言不合就是八千九千一万经济 但是 就是拉不开 有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难 打不开局面 对 关键其实这边24D想要跟黄族打架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黄族这几个人跑起来也非常快的 无论是卡萨迪恩还是这边 WGC还是艾克 这边几个人跑的都太快了 所以决定不再等了 因为黄族的中单玉米已经在下路推了二塔 好玉米这个回城 而大龙没有被抢到 那叫WGC进场的话 没有闪现是逃不掉了 跨界进场还被风女吹 吹翻在墙上 我的天 猛死了 风女吹把他吹出去的 那个外面那个有点厚 玉米的话应该 把他吹出去 但是他也就把他救了其实 对 但是没把他吹出去 他也比较尴尬 这是墙后也有墙后的好处 其实一个 也有不好 就这样子 就是说他可能怕的就是说WGC惩戒 但其实WGC就算被控住 他还是能惩戒掉的 他还能放出自己的惩戒的 对啊 但是我就是说他当时就龙已经 龙已经没了对不对 其实风女把吹出去也好 对黄族来说 但是没有想到 对 强带号 其实就像你打RANK的时候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秀对面 你过去的时候 你假装到墙边上 你假装你有闪现 然后等着对方闪现过去 这样你不就可以秀一个操作吗 但结果对面刚好 闪现撞墙了 诶 尴尬了 是不是一脸懵逼 是 本场比赛的第五条小龙 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三条风龙 对于RSD来说 三条风龙的加成 简直完全可以无视掉西维尔的大招枷锁 是 这个一座 这个一座 你看他们屁股后面都带风的 带风的男人 就是他们走路已经出现幻影了 哇 看一下RSD 带着大龙buff 推上中路的高地 对为什么一场比赛里面有五个弱风 这一波看有没有机会上高啊 大龙拿到能不能上高才是关键 因为是两个兵线都是烈士嘛 对 鲁树林还是比较 比较强势 还在前面被直接拆 布鲁仙的大招布鲁都吃不消了 布鲁直接被耗了三分之二的血 主要是黑切鲁仙 他就沉不住越打越疼 是的 这个防导门根本就是一个纸一样的防导门 抓到了一个卡的 现在卡里有大招 成功逃脱 在这个时候艾克 艾克晕住了对方的一个辅助 但并不错 因为这时候的话 风女还是放出大招 救到了自己的队 而且C位一直在输出 鲁仙的输出环境特别的好 继续在输出 艾克一个大招并没有什么伤害 而交出闪性 还是逃脱不掉 追击杀 鲁仙拿到双杀 继续推这边高地的水晶 成功推掉 要一波 这时候只有一个卡瑟丁 还有西维尔 够不够 能够守住 西维尔兵都清不了这波 就没兵了也不用去清 但抢亲人也清不掉 换掉了一个风女 但还是恭喜LSD 应该是能够成功拿下比赛